這個字圖的變遷 這個我想各位也知道了 以前的話就是用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要畫圖 那現在的話已經沒有人在用這個東西了 轉變成為用什麼呢 Autocad或者用Vusual這樣的軟體 這個是一個變遷 那 它這個軟體的好處有幾個功能 比如說像什麼呢 智慧圖形 跟精靈 精靈就反正按下一步下一步選一選的話就幫你做好了 還有所謂樣板 這個樣板就是我們剛剛所謂的 圖塊的 放在樣板裡面 就很多很多的圖塊都在樣板裡面 你只要選樣板 就很多很多的圖塊 可以放到 這個 Autocad裡面去使用 那當然效率就很高 那這邊的話基本的操作方式我大概介紹一下 那Vusual的主要方向 主要有這幾個啦 大概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 這個 更順暢的這個 反正這個地方讓 流程更順暢 然後呢 表達 這個硬體軟體的部署 更便利 然後呢 為客戶開發方案更方便 然後機械技術圖表的設計等等 那這邊我想 重點 可以用在幾個方向 比如說他提供的這個 比如說他提供的這個樣板